为了辅导身心障碍者融入社会 家喻市晨光智能发展中心 近几年来自律投入身心障碍者陪力工作 日前中心的行动咖啡车 也说要来到珠山镇营业 当天由漫非天使们所冲泡出的咖啡饮品 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支持 从前两年开始 就是晨光就已经开始在做陪力工作 身心障碍陪力工作的事工 所以就是我们主要都是 大家知道我们在做生心障碍的业务 希望给生心障碍者青年有一个陪力的工作机会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晨光咖啡车 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晨光中心做联系 先远餐门额当天也到场支持行动咖啡车 并认为这样的规划相当有意义 协助了漫非天使就业 服务社会照顾自身 并减轻家庭负担 也希望这样的规划 县内能有更多企业响应 来提供机会给漫非天使认知 这是一个漫非天使咖啡 我个人觉得说这相当的有意义 那我相信说我们照顾他之余 更希望说能够让他培养一些技术 也让他能够慢慢的走出来 走到人群 来服务人群 更能够照顾自己 也能够节省家里的一些开支 我更希望说我们的南投县的企业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呢 也可以协助这些漫非天使 慢慢的教导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工作机会 学习机会 成长的机会 议长和胜丰对这样的规划也相当认同 并建立各行各业在工作环境许可下 也能够拼用身心障碍者 让他们有个工作机会 尽自身能力来服务社会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导